字幕君 杜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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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龍巨響 畫破天氣 F16戰機 翱翔天空氣勢磅礡 登場即便天空不作美 人是不解民眾熱情 10號一早遊覽車一輛接一輛 民眾冒雨撐傘走進嘉義空軍基地內 因為這是今年唯一一場國軍營區開放 滿開心的第一次參加 不是今天還有下雨嗎 有 一開始有下一點雨 我覺得滿有意義的 還可以了解國家在空軍這一塊 展示的一些機種 下雨天喔 小孩子 小孩子要看是不是 小孩子要看 那目前看到的結果呢 很好 犯了很好 受到天氣影響 原地F16戰機衝場 以及雷虎小組特技操演 只能取消 不過IDF戰機幻象戰機 還有F16飛行 如期操演 展示翻滾俯衝高難度技術 到場民眾驚呼連連 我國空軍展現軍力 但共軍並未停止老臺 截至十號上午六點前二十四小時內 國軍已經爭獲共機二十八架次 共艦十艘次 有二十二架次侵入我國空域 解放軍東部戰區更再度釋出攻臺畫面 包含戰車戰艦導彈飛射 甚至放入殲二十編隊飛行畫面 而華府智庫國防重點民調 顯示有66% 美國民眾認同協防台灣 前提是我國必須提高軍備 這反映出美國的一個政治文化 也就是對於有防衛意志的國家 他們的協防意志才會更高 台海情勢不斷升溫 就怕擦槍走火 我國軍方持續提升量能 展現捍衛國家決心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按讚 D